什么 我竟然在淡仔岛中发现了一个恐怖的植物 它长出了双腿 能在淡仔岛中自由行走 你们难道还没有发现吗 淡仔岛中最常见的蓝色四叶花 它长在土壤中 是不能在淡仔岛中自由行走的 那么淡仔岛中隐藏起来的这个恐怖的植物 可以在淡仔岛中自由行走 它究竟躲藏在淡仔岛的哪里 小伙伴们你们难道不好奇吗 众所周知 不能自由行走的蓝色四叶花 它就躲在猫和老鼠乐园的左侧 如果你在淡仔岛中也见过蓝色四叶花 那么请点一个赞 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 我们发现在淡仔岛中 不仅蓝色四叶花这个植物 不能在淡仔岛中行走 就连淡仔岛中最常见的绿色树木 它也是不能在淡仔岛中自由行走的 它也是没有长出双腿的 只能待在原地 就算淡仔使用炸弹炸它 都是不能把它炸的向前移动半步的 对了小伙伴们 你们是关注不了我的 因为我设置了 只有淡仔大神才能关注 不信你可以试试 那么淡仔岛中隐藏起来的这颗恐怖植物 它可以在淡仔岛中自由行走 究竟躲藏在淡仔岛的哪里 今天我和学姐在淡仔岛的淡小粉花园中 发现了这一个可以在淡仔岛中自由行走的植物 它是郁金香 只要淡仔靠近郁金香 就可以用手抓起郁金香 此时淡仔的双腿就会成为郁金香的双腿 或者它在淡仔岛中自由行走 所以说在淡仔岛中并不是所有的植物 它们都只能待在原地 官方隐藏起来的恐怖植物郁金香 知道了吗